桃園市復興區盛產水蜜桃及田市等水果 煤肌颱風強烈風雨 讓大面積果源嚴重落果 剩下果實採收下來 成本比繁殊還要來得高 加上在林地種植果樹 礙於現行法令 無法申請政府災害補償 就是說已經三四十年前種的大部分 現在就是已經種下去了 那個政策是 應該是這十幾年前才有的 所以比較吃虧的是我們農民 就是盡量說能夠給農民一些補助 就是讓他們貼補一下肥料的錢 一些保種材料資金這些這類的 包括種菜農民也無法申請災損 因為原住民保留地大部分都是山坡地 為了生活只能在林地種菜 風災受損作物不能申請補助 無奈只能執行吸收 他們希望政府放寬申請資格 減低災害損失 沒辦法我們的地份盜去這樣子 對啊 還是靠我們自己啊 還在要種啊 有一些是覺得行政程序比較麻煩 還有一些是土地可能是借用給別人 那你借用的土地拿不到土地所有權壯的話 然後或者是土地所有權人的支持的話 是比較難申請到的 它必須要 它有土地要有合法使用的證明 然後有受損到20% 就請在10月11號之前 禁訴帶著身份證 然後帶著存責 帶著土地的資料 然後到公所去辦理 就是申請災害損失 農業局表示 無法補助的果農及菜農 主要原因除了超限利用之外 土地所有權不明 再加上補助程序繁複 農民申請醫院低 讓他們無法順利取得宅損補償金 到底如何解決這項長年問題 恐怕需要政府相關單位正式面對 記得